各位网友吉祥 又来到我们二十四节气养生这个专题 而今集就和大家讲立下 一讲到立下我们就讲春生夏长抽收冬床 为了更好的夏长 所以在夏天里面 我们就要好好地养生 就帮自己做什么呢? 就是补神气 在夏天我们容易出汗 很容易就虚好了我们身体里面的正气 而神气也是正气里面的一部分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茶料就是神仙茶 神仙茶就是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姜 一个就是祖 叫姜祖茶 又叫做神仙茶 这个神仙茶由立下这一天开始喝 喝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可以喝到三伏的前一天 中国姜祖的配搭在中医里面是经常用到的 在这个汗代的张仲景里面 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有113个方 有35个药方都是用到姜祖的 所以姜祖配搭可以健脾、护胃、补充益气 提高人体抗病的能力和治愈的能力 喝姜祖茶的材料我们要有什么要注意呢? 最重要的就是姜 姜一定要连皮 大家千万不要刮走姜皮 一定要连皮 而最好用的姜就是小黄姜 就是比较小的小黄姜 不要用山东大姜 山东大姜的力量不及小黄姜 用小黄姜 然后用多些姜 至少三至五片姜 厚身一点 然后再用红棗 小小粒的红棗 将它灭开两半去核 煮姜棗茶 煮姜棗水来喝 这个姜棗茶或者姜棗水 有三个制作方法 第一个制作方法就是用来煮 用火炉来煮 煮十多分钟出味 如果上班一族 他又想做到这样 那怎么做呢? 就是可以用姜材料全部准备好了 回到公司有个保温壶 就放入热水 焗三十分钟 等它出味 那又是可以的 而第三种呢 就是用姜和棗来煮粥吃 就叫做姜棗粥 这三个方法都可以养生 那小鸚仔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呢? 小鸚仔如果他经常吃冬夜 胃口不好 经常说肚痛 他人面色白 就可以喝这个姜棗水 那在这个姜棗水的基础上面 我们可以配搭些什么呢? 如果他是经常有痰 容易感冒的 就可以加陈皮 如果他的脾气是不好的 人是很容易 醋底很容易啃的 就可以加玫瑰花 如果是便秘的 就可以加牛绑 如果他人是虚肥的 容易上火的 汗多的 就加罗汉果 就是姜 早再加罗汉果 如果他的身体是瘦弱的 如果是面青青的话 就加蜜芽糖 即是姜棗 加蜜芽糖 而另外一个 就是如果他有胃热 上火的小朋友 就不要加蜜芽糖 就要加蜂蜜 但是三岁以下的 就不要喝了 这个茶 如果喝了这个姜棗水 它上火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身体里的火 是两种 一个就是寒邪化火 就是你春天的时候 没有好养生 将冬天的寒排出身体外 他一遇到这些 他就上火 另一种上火 就是肝屈、崖野 所导致的上火 这些都是虚火 好了 如果他是肝火性 那怎么办呢? 他又想喝这个姜棗茶 所以加一片的陈皮 和十二粒玫瑰 或者十五粒都可以 总之一大汁 玫瑰花加下去 就没那么容易上火了 那喝这个茶 有什么需要注意呢? 第一 就是一定要趁热喝 第二 在中午之前喝 最好两点钟之前喝 去了黄昏之后就不要喝了 因为他的阴阳 我们要顺着阴阳养生 第三 就是说 去到这个三伏天入伏 第一天的前一天 就要好停了 三伏天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喝 去到那时一定要停 第四 内热重的人不可以喝 什么是内热重呢? 经常上火 口舌 山仓 咽喉肿痛 都是内热重的 就不可以喝了 还有就是皮肤 發急性病 不可以喝 怀孕晚期的女性 不可以喝 女生来月经生理时期 不可以喝 还有身体里面有伤口 还没迷口 刚刚做完手术 都是不可以喝的 那喝这个茶有什么好呢? 喝这个茶 除了健脾胃 养生 还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肺水 排出 另外就有调和肺胃的功能 所以这个茶很多人喝了一个月之后 就立刻去掉肺水 反而看上去整个人好像瘦了 健康了 好了 还有什么功能呢? 就是预防 提高我们身体的体降力 预防疾病 以及可以防止下巴生暗疮 好了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食疗是什么呢? 既然刚刚茶疗说得这么好 今天的食疗很简单 就是老鸡蛋 用什么来老呢? 用这个核桃 核桃那些磕 不是核桃的肉 是用核桃的磕 和里面那块分心木 就用来煮水 煮了水之后 拿那些煮核桃的水 和分心木的水 用那些水来去煮鸡蛋 煮鸡蛋 当然煮了鸡蛋 就要老蛋 如果大家知道煮熟了鸡蛋之后 轻轻的磕 会保护壳 磕炒开外 后 大家可以再加淀水汁 去煮蛋 就有保辰的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用核桃壳 和分心木 的水来煮鸡蛋 大家要加上一些滷水汁 弄它滷蛋就可以吃 一天吃一隻或者吃兩隻 就可以撞羊補腎 以及顧攝腎氣 這個納下的運動療是甚麼? 納下的運動療很簡單 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 就是你將兩隻手反叉 之後向上提 身體向右、向中間、向左拉延伸 帶動疏通身體內的驚喜 大家要慢 接著就是配合呼吸 是自然呼吸 手心一定要向右反叉手的時候 接著兩隻手慢慢向兩邊 好,定一定神就可以了 我再做一次 兩隻手反叉 接著向上 接著向兩邊拉伸 如是者每邊三到五次去拉伸我們的身體 自然呼吸 好,今集的二十四節氣養生就到這裡了 祝各位身體健康 我們下集見,拜拜